原来选错了专业的狗子 下场才是最惨的 当主人第五次 情绪崩溃大哭 精神抚慰犬 表示无能为力 要不我给你吹一首欢乐颂 实在不行 你把你抑郁药 分我一半 咱俩直接升天 远离城市喧嚣 抚慰犬从未想过 自己也需要精神抚慰 主人车内纵情高歌 越唱越亢奋 快要被震聋的狗子 一脸身无可恋 只想当场狗 爱马 太丢人了 没眼看了 苍天啊 大地啊 谁来把他们收了 幸福美好一天生活 从见到主人开始破碎 清晨正在美滋滋照镜子的狗子 看见一旁主人 瞬间垮脸 见鬼了 又要开始伺候活跌了 早知道 狠狠心去干击毒了 果然在提供情绪价值上 狗都叹气 最无语的是 不畏犬遇见恋爱脑主人 狗子表示 撞见小情侣吵架 只想瞬间消失 别来沾边 狗子眉头紧缩穿字 靠近主人每一步 都下了莫大的决心 今天 你不分手 我离家出走 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网友表示 自己分手 狗子一脸 自己选得自己宠 拖着小毯子 摇晃着小尾巴 走来安慰 谁料二人次日 和好入出 心痛的狗子表示 只有我一人的受伤世界达成 暴躁狗子方法多 你就说他笑没笑吧 起来 摇摆 跟所有的烦恼说白白 我不允许你抑郁 死在我的床上 到底能不能好 主人表示 受够了憋不住了 安慰不了你 我还不能手动敬言吗 不想再听你 沉枝骂烂骨子的分手感言 放过我 我不想帮你 又菜又爱干架 达叔原地爆哭 眼前让人手足无措的宝宝 就是澳大利亚国宝树带熊考拉 他可过着人类最羡慕的生 一天24小时有20小时都在睡觉 二小时干饭 其余时间不是发呆 就是爱好当街溜子 黑色的小鼻头 圆乎乎的胖领 一双毛茸茸的大耳扑扇着 让人直呼可爱 恨不得人手拥有一只 如此可爱的动物 竟是个呆瓜 据科学研究表明 动物大脑褶皱 关系着动物智商高地 褶皱内储存的大量神经元 神经元影响处理能力高低 好拉的大脑 竟是光华如溜冰场 没有一丝褶皱 因此复杂问题 他是思考不了意 头脑简单 四肢也不发达 五立直接近零 但他领地意识十分强烈 常因领地争夺 大打出手 打书被扔树下 只能无能狂怒 疯狂哭泣 妥妥一个小可怜虫 打不过 只能捡别人不要的吃 有毒性的安树叶 成为他食物主要来源 本就不聪明的大脑 还要不断被毒性侵蚀 稳坐呆瓜宝座 俗话说 傻人有傻福 本就迷糊的考拉 还是个极喜欢瞎晃悠的街溜子 吃完饭最爱干的事情 就是走劫串相 毒素蔓延出现幻觉 也不能打断 他要犯后消失的想法 因此 撞树 撞墙 各种摔跤都是尝试 好在他的脑水液 占据大脑多半 足够给他提供个落地缓冲 这才不至于越摔越傻 考拉和袋鼠一样 出生时并没有发育完全 就像一颗花生米大小 随后要在妈妈保育袋中 继续发育 断奶后的考拉 阴体内分解毒素的功能 没有发育完全 小时候需要吃妈妈的巴巴 才能存活 一般只有到成年后 才能利用睡眠时间 分解身体内的毒素 如此呆萌可爱的考拉 给我们带来许多欢乐 你爱了吗 眼前动作妖娆的大胖蹲 是风界堪称劳魔的雄风 他的个头是普通蜜蜂的两倍 连工作量都比普通蜜蜂 高出不少 将蜜蜂工作卷出新高度 胖胖的小身躯 妖娆扭动着小屁股 瞧着憨憨的外表 却有强大的硬核 即便自身体重超重 凭借着发达的小翅膀 每鸟能高达一百多下的震动 直接提起 与自身重量相同的花蜜 保持飞行五千米都不在话下 一天十八小时超长待机 更是成为老板心目中的理想员工 不过 人一胖 血液浓度一上 就很容易疲劳犯困 雄风也难逃这劫 成为风界中 唯一一种会踩着花蜜睡着的蜜蜂 如果你看到 弯折的花朵 仔细观察 说不定其中就有他们可爱的身影 话说回来 都已经是超级老魔了 摸鱼一会难道还不可以吗 他可不会半途而废 睡醒后 身体补充精力又会继续投入工作 不禁猜想 雄风的内核编码上 是不是 输入了工作狂编码 好想拥有和雄风一样的机翼内核 除了高昂的精力外 雄风还有其他普通蜜蜂 无具备的特殊技能 因为毛发厚实 脂肪囤积量高 即便气温骤降 都不影响他照常工作 但是普通蜜蜂 却难以抵御严寒 只要温度低于14度 他们的小翅膀就难保了 雄风要想维持高强度工作 大量进食也必不可少 超过40分钟断食 就会出现晕厥现象 咱可别趁人之危 直接一拖鞋拍死 相比于其他蜜蜂 雄风性格温顺 不轻易对人发起攻击 但如果你不小心惹到他 他可是能够 连续数次折你 直到受伤部位起个大包 以 box размер 在最后 甚至一下 简易